而同紀律同尊重父母的重要性,訓練一個小朋友走他應該走的路,當他老了,他就不會離開這條路。 針然22比6。 父母,看下,子女是主的遺產,而胎內的果實就是他的報應。CP127比3,捨棄棍棒的就憎恨他的兒子,但愛他的就經常懲罰他。 針然13點24分,敬畏主有強烈的信心,他的子女必有避難所。 針然14點26分,當你有希望的時候,你要管教你的兒子,不要讓你的靈魂捨得他的哭叫。 針然19點18分,愚蠢是綁在小朋友的心裏,但是糾正的棍會令他遠離他。 針然22點15分,不要給個小朋友糾正,因為你用棍打他,他就不會死。你要用棍打他,將他的靈魂從地獄救出來。 針然23,13到14,棍棒同窄被給人智慧,但是一個留給自己的小朋友,會令他的母親感到羞恥。 針然29比15,究竟你兒子,他就會給你安息,是呀,他會令你的靈魂得到歡樂。 針然29比17,你所有的子女都要受耶穌華的教導。你的子女的平安將會好大。以塞亞書54比13。 她的兒子宣傳,令他經常感受到混淚,讓他最後可以因為他而得到喜悅。 懲罰兒子的人,會因兒子而歡喜。同她的孰人也會因兒子而歡喜。 教導兒子的,就叫敵人哀傷,在朋友面前,就要因祂而歡喜。 雖然祂的父親死了,但是祂就好像沒有死,因為祂留下了一個與祂一樣的人。 祂活著的時候,祂見到祂,就因祂而歡喜,祂死的時候,祂都不會傷心。 祂留下了一個對祂的敵人的復仇者,和一個會回報祂的朋友的復仇者。 對自己的兒子做太多事的人,就會包紮祂的傷口,每次哭,祂的腸胃都會很困擾。 馬不斷就會變得堅強,留給自己的小朋友就會有心。 嫌棄你的孩子,祂就會令你害怕,和祂玩,祂就會令你沉重。 不要和祂一起笑,免得你和祂一起悲傷,免得你最後咬牙切齒。 在祂的青春時期,不要給祂任何自由,也不要為祂的愚蠢雜眼。 在祂小時候,跪下祂的頸子,在祂小時候打祂兩邊,免得祂固執,不聽話,令你心傷心。 懲罰你的兒子,令祂奴苦,免得祂的淫蕩行為得罪你。 懲罰三比一十三。 適合小朋友,你要尊敬你的父母,使你的日子可以在耶和環你的神所賜你的地上長久。 出埃及記二十點十二分,我的兒子,不要鄙視主的懲罰,也不要厭倦祂的糾正。 主所愛人,祂就糾正祂。就好似父親那樣,令祂歡喜的兒子,針言三點十一分十二。 所謂們的言語,一個聰明的兒子會成為一個開心的父親,但是一個愚蠢的兒子就是他母親的沉重。 針言十比一,你要聽你生你的父親的話,不要在你母親老了的時候鄙視他。 針言二十三點二十二分,小朋友,你們要在主裏面服從你們的父母,因為這個是正確的。 尊重你的父母,這個是第一條有應許的戒命,願你好好,你就可以在地上長命。 以忽所說,一到三,全心全意尊重你的父親,不要忘記你母親的悲傷。 記住你是由他們生出來的,你又怎樣可以報答他們為你所做的事呢? 西拉雪黑,二七到二八。 小朋友,聽我說你們的父親,之後要聽我說,讓你們可以安全。 因為主已經設給父親對子女的尊榮,並且確認母親對子女的權威。 尊敬父親的,就為自己的罪屬罪。尊敬母親的,就如同職堡的人。尊敬父親的人,就會得到自己的子女的歡樂。 當他祈禱的時候,就會被聽見。 尊敬父親的人,就會掌命。 尊敬父親的人,就會成為母親的安慰。 尊敬父親的人,就會尊敬父親,並且會服侍祂的父母,和服侍祂的主人。 尊敬父親的人,你要在言行想尊敬父母,讓他們可以得到祝福。 因為父親的祝福建立了子女的家,但是母親的助就會跟隨根基。 尊敬父親的人,不是在你父親的羞辱中。 因為你父親的羞辱對你來說,不是尊敬。 因為人的尊敬是來自他父親的尊敬。 而一個不光彩的母親就是對小朋友的一種責備。 我兒子,關你爸爸在他這個年紀,不要令他傷心,只要他活著。 如果他的理解失敗,就要對他有耐性,當你全力以赴的時候,不要鄙視他。 因為你父親的救恩不會被人忘記,而是要加罪,而不是罪,以建立你。 在你受苦的日子,我們會記住這件事。 你的罪亦都會融化,好像溫暖的天氣下的兵一樣。 離棄父親的人,就是誹謗神。 激怒母親的人,就是受神的助就。 西拉三比一負十六。 如果我們會管教我們的小朋友,他們現在會哭,但他們將來會享受。 如果我們不管教我們的小朋友,他們現在會享受,但他們將來會哭。 小朋友是我們國家的未來,但如果他們沒有紀律那麼老,我們國家的未來會怎樣? 成年人所有的壞習慣,都是在他們小時候沒有被糾正或紀律過的。 我們要養出敬慧,愛和服從神的子女。 我拿了一塊活的黏土,和一天一天輕輕地形成了它。 當幾年過去的時候,我又來了。 這個是我看著的男人。 他還是那種早期的印象。 我永遠都不可以改變他。